今天要示範的是龙虾总共会分三个部分示范 第一,素描草图与头部的示范 第二,身体的位置 第三,使用胶膜与喷枪 透过素描草图可以观察到结构明暗 画结构线的时候记得要拉长线条画切线 第一,头部的示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要使用Prisma色牵笔 Prisma色牵笔叠色非常好叠 某些品牌的色牵笔要叠第二层或第三层时 会感觉有点跨不上去 反观Prisma色牵笔在叠色上表现比较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身体的位置 第二,身体的位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膠模与喷墙 割膠模注意刀子的处理 不要割到纸张,只要切开0.01公分的膠模 重点是买30度的斜口刀片 接下来要使用喷墙 喷墙一定要在空气流通的地方 麦克比墨水直接倒入喷墙中 喷的过程中 墨水会吸滑成细小的护壮粒子 如果在室内喷 室内会隐蔓着一股麦克比墨水的雾气 即便在N95口罩脱下来的时候 口罩内色会附索一层颜料 前面却务必流引 以免造成升级的不适 但在户外喷的花会有缺点 因为颜料会混着 空气中的灰尘连在花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